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斜地面一不小心还会摔倒 冒着生命危险在抢救 一大早搜救人员就蹲在地上用石块模拟该如何进行下一步 因为搜救进入第五天 人有两个人找不到 但要救真的很困难 因为路客五人已有三人被找到 但另外两个失联的卡在角落位置 原本开挖的地方被梁柱挡住 若要进入 结构恐怕会被破坏 又崩塌危险 就算从另一边重新开挖 也是困难重重 坦言确实有难度 五天下来不眠不休 搜救人员也坚持到最后一刻 但整栋大楼的重量都压在这 徒手开挖不可能 只能黯然退场 三连区文综合报道